国庆廉假不止昨天 柯文哲是嗡嗡嗡 今天收假的前一天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没有放假 下午他目前仍是在戏指跟立委 才选人黄国昌来座谈谈些什么 现场情形马上连线记者彭婉信 人的利益牺牲多数人的利益 本来有大多数人的利益 好主播台北市长柯文哲上午才刚跟 民间党主持蔡英文同台 下午马上就飞车到了戏指 和去立委参选人黄国昌来对谈 以台湾新政治展望为题 现在这个座谈正在进行中 两人分别和民众畅谈自己过去的经验 马上带您听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形 大家看不见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没有价值观 不要为了短期的利益牺牲长期的利益 不要因为个人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多数人的利益 不要为了政党的利益牺牲人民的利益 就这么简单 就有这个鸡蛋 你相信的东西 所以怎么做 讲实话做实事 建立一个用尝试就可以理解的国家 凡事听起来怪怪的 他就是怪怪的 再来 创新和效力 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创新 但是新的不一定好 所以创新以后还是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符合效力 我跟你讲 世界上不变的只有化石 这常常夫妻吵架讲的话 你以前都不是这样 我说不会变的只有化石 所以本来就要变 但是 为什么你知道 在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大的打败小的 不是强的打败弱的 是快的打败慢的 现在这个社会变动太快了 一定要快速的 一定要快速的去变化 不然没有办法改善整个世界 主播当刚 克文哲是说 民众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 还强调这个政府 就是要讲实话 做实事 才可以赢得民众的信任 今天这场座谈会 吸引超过300人参加 在座谈开始之前 民众就不断的涌入 直到讲座开始之后 还是一直进入 从三四十岁的阿易叔叔 到十二十岁的国高中生 都有椅子已经不够坐了 大家都只能就近站在旁边 可见两人加起来的人气 也是非常的不容小觑 不止民众很捧场 就连媒体都来了二十多家 其实这并不是 克文哲黄国昌第一次同台 八月中的时候 黄国昌就曾经带着 十大力量的三位立委参选人 到北市府来拜访克文哲 当时克文哲就答应 九月初还要再跟黄国昌对谈 才会有了今天的座谈会 台北上克文哲 虽然曾经说自己不录音 不录影也不站台不扫街 可是却经常用这种非典型的方式 帮立委站台来建立自己的势力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好的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现场就是在戏指的金龙国小 这个呢 克文哲跟黄国昌在进行对谈 克文哲刚刚也用夫妻相处的妙语 来比喻政治的效能 还有说要讲实话跟做实事 而且现场从高中生到阿公阿嬷都有 我会说 克文哲 亨斌